大家好,我是煌靈 這次要帶來的影片是武王法隊的影片 這隊的優點是穩定可以Auto 缺點就是傷害比較低 這隊是給誰用的呢? 我大概說明一下 武王對於星數的要求非常高 伊莉亞一定要五星 其他角色也都要四星五星 要求非常高 而且要打高必須要大量練習 所以如果星數不夠可以用這一隊 那如果不想要練習 花很多時間練習打共會戰的 也可以考慮用這一隊 然後還有一種就是 伊莉亞如果BOSS 已經BOSS過一次了 那第二次的話如果還要再用伊莉亞 傷害蠻有可能會再打輸這一隊 所以我建議如果伊莉亞已經BOSS一次了 可以考慮 就是不用伊莉亞 用一個比較穩定的隊伍 那這一隊呢簡單來說 就是放一個前衛跟四個後衛 前衛的部分呢可以放進流 那另外布丁跟飯糰應該也可以啦 我是沒有試過 但是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的 然後四個後衛也就隨便放 就進華跟泳裝凱流 這兩個應該是一定要的啦 那另外另外兩個位置 很多角色都可以放 可以放那個萬聖美孝 可以放有專武的普通黑貓 可以放初音可以放中二 那如果真的都沒有也可以考慮放梅里 這反正就放四個後衛就對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輕輕鬆鬆的Auto 其實他還是要對一下時間走 因為他有時候會打到 如果Auto的話會打到沒有破防 可能還是要關一下那個Auto的按鈕 那我這邊是都沒調整 就直接Auto到底 就把東西按鈕 可以放在哪裏 就可以放到 對那輪的 一整個搭配 很圓的 這就是 要小心 全是 然後整個搭配 他們 yolk 所有時分 不要再抽 對那邊 就是 想碩 鸡蛋